蓝莓盲盒现实供应 水果也正盲盒 怎么个挑法 您看上哪个就直接掀开 顺便一提 咱们的头牌也在里面哟 挑刀即可带回家 嘻嘻嘻 尊度假度 就看看 你的真面目 蓝 咦 怎么是粉色的 好啊你 敢耍我 你听 听我解释 这是咱们蓝莓的头牌呀 蓝莓蓝莓 蓝是这个颜色吗 你确定不是拿着便衣的树葡萄框我呢 这真是蓝莓界的头牌 粉水 也叫红粉佳人 是突眼蓝莓的一个品种 与普通蓝莓相比 粉水的硬度更好 甜度更是普通蓝莓的两倍 再加上它们与生俱来的玫瑰 加荔枝味体香 是极品中的极品啊 没想到居然如此不识货 真是伤了我的心 小粉 咱们走 苹果烂了一小块 切掉之后到底还能吃吗 啊 烂苹果 丢了 那个肺酱玩意儿 我就烂了这么点 切掉不就好了 咋这么浪费呢 别听他的 千万不能吃啊 像旁边这哥们儿 只是运输途中的磕伤 是可以吃的 但他这种发霉的属于内部病变 里面已经被霉菌污染了 霉菌会产生毒素 吃了可能会食物中毒的 有毒的地方已经切掉了 剩下好的怎么就不能吃了 我劝你不要吃 水果一旦发霉 病原微生物发生化学反应 产生的有害物质 会从腐烂部分慢慢向其他部分扩散 即使很小范围的腐烂 此时苹果生面可能也已经出现了变质 哥人 一定想统一整个苹果 这时苹果营养价值下降 吃了这样的苹果 还可能会造成消化到不适 出现腹肌 猴吐等症状 我把我自己降热一下 消毒杀菌不就能吃了吗 加热只能杀死部分维菌 但已经产生的毒素 无法完全消灭 所以还是不能吃 把我扔掉 你太浪费了吧 好几块钱呢 身体重要欠重要 为了几块钱 拿健康冒险 值得吗 你们说 烂苹果该扔还是该吃 妈妈 你别丢下我 儿子 咱们杜鹊鸟是嗖 我是鱼儿 妈养不活你 我刚摔了一个喜鹊蛋 给你在争取的空间 你扔喜鹊做妈吧 我只有一个妈 我不要喜鹊 老兄 为啥你长得比我们大那么多 谁是你老兄 傻含含 你摸到我们应该不会了 你下去吧 你这男孩的野鸟 肯定不是俺们亲手的 你下去的 是你才对 不是野鸟 野鸟 野鸟 没骂药 闭嘴 把你们都推下去 这样 我就能得到所有的食物和爱了 你这个混蛋 透明啊 妈妈 妈妈 老大 其他兄弟们去哪里了 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 儿子 你说奇不奇怪 明明是亲生的 你怎么长得越来越不像我了 谁是你亲生的 你眼神可真好啊 这么久才看出来 我是杜鹃 不是喜鹊 啊 什么 你不是我的孩子 那我的孩子都去哪里了 我把他们都推下洞穴 之前太难了 天哪 你怎么下得了手 他们都是你的兄弟啊 这就是我的本性 你个呆鸟 这瓶人养孩子都不知道 真是糊涂 哎呀 我竟然遇到了杜鹊夺潮曲 在小小的花园里 挖呀挖呀挖 这在啥呢 很明显 我在受粉呀 请叫我雷锋 你人还怪好嘞 我这几天 正愁着我后背那几朵花 该怎么办呢 还好你来了 做死什么味道 哦 你身上有它的花粉味 使你鼻子犯了罪 原来你在我身上受的是它的粉 咦 脏死了 脏死了 我都还没开口 反倒是你说起我来了 还我花粉来 谁稀罕啊 可别把你的劣质精英 弄到我身上 听不懂 Smeet 够了 你们难道不知道 蓝莓虽然可以自花兽粉 但只依靠自身力量的话 解出来的果实是很少的 但如果两颗同种类 同花期 但不同品种的蓝莓种在一起 就能够交叉兽粉 解出来的果实口感和挂果量 都会有非一般的提升 原来是真的 交叉兽粉 真的能让咱们增产呢 老兄 你给我留点蛋肥啊 我中长身体 营养不够 我会空心的 谁是你老兄 你空不空心 与我无关 你只配吃我剩下的 多给萝卜来点蛋肥 今年争取有个好收场 别走别走 你蛋肥放多了 林甲肥又不够 这样我容易空心啊 别喊了 这人是个浓忙 这不够吃可杂整啊 你个吸血鬼 一直抢我营养 我还怎么长大啊 丛林法则 优胜劣汰 我们是一个共同体 我不好 你也好不到哪里去 坏了 忘记补充林甲肥 这萝卜都空心了 亏大了 只能拿去喂猪了 你知道吗 有一种树 一生都在经受林职酷刑 被千刀万挂呢 那个倒霉蛋 就是我香蕉树啊 你们的爱千刀 是夸张剧 到了我这里 是陈树剧啊 你看看这些疤痕 都是人类为了 获取我的职业 留下的证据 曾经我们过着 无忧无虑的日子 可是人类无意间 发现了我的树枝 粘稠又有弹性 然后灾难就来了 哎呀 这东西挺有弹性啊 搞不好有大用处 小弟们 一起来搞瘫啊 你们要干什么 把你的职业都交出来 我们要造轮胎 造床垫 都可多东西了 我就这样 成了人类的四大工业原料之一 获上了千天处行的悲惨日子 最近需求有点大 得给他安排加班 1996呢 还是007呢 嘿嘿 我发现了一个增加产量 提升自然的办法 橡胶树经过白天充分的阳光照射 又经过一夜休息 凌晨的时候 体内水分饱满 树叶的蒸腾水分也最少 所以这时候配交最好 你们真不当人啊 这种日子 我几十年 爱上几千刀 我受不了了 感谢老且为人类心情的付出 希望你将来 不要再做橡胶树了 开门 开门 这早天杀的又把我乱放 你看啥子国际玩笑 这些年不一直这样放吗 这些年都放错了 无语 蛋黄密度比蛋清小 横着放蛋黄容易上浮形成贴皮蛋 贴贴贴贴 来吧来吧小老弟 贴着我就变成臭蛋 救命啊 那你说咋放 我得竖着放才能保鲜啊 嘿呀 简单 我怎么又上浮了 又变成臭蛋了 你这遭天杀的 小头朝上也会形成贴皮蛋 得大头朝上才行啊 为啥非得大头朝上啊 大头有气势 蛋黄上浮 气势可以起到缓冲作用 这样蛋黄不容易粘在蛋壳上 而且我能呼吸顺畅 就更能保鲜了 哎呀 舒服 大头朝上小头朝下 以后又新鲜鸡蛋吃咯